嗨,大家好,我是律師將 今天的背景跟平常不太一樣 這裡是我睡覺的床 那今天在這個不一樣的背景呢 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今年的12月15號 我會在NEW新聞舉辦的爆爆節活動擔任主持人 我是跟吳怡沛琪擔任主持人 超期待的,也很緊張 那這個活動的詳細資訊 我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但是還是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活動到底是什麼東西 NEW新聞呢,他們每年都會舉辦爆爆節 那今年是跟三立歐合作,跟Hello Kitty啊 這個活動會舉辦在信義區 那主要會有演唱會啊 或是市集各式各樣的活動 大家可以一起來玩 演唱會的話來賓也很豐富 有徐佳瑩,還有望福樂團 鼓鼓,吳卓元,尋人啟示 還有呂士軒 還有主持人的我跟吳怡沛 石劍花是下午2點到晚上6點 那大家都可以到現場來跟我們互動 還有我看演唱會 我是很期待又很緊張 因為也有一點像是 我可以直接見到觀眾的感覺吧 我跟文當兩個人雖然很想要在台灣辦見面會啊 或者是辦活動、飯局什麼的 可是因為沒有這個經費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辦法撐醒 這次就是多虧NEW新聞找我 讓我可以有跟大家近距離做接觸的機會 不然每次都在日本自己的小房間裡面 都沒有辦法跟大家互動 不然都透過手機、螢幕、IG啊 或是Facebook跟大家互動的話 我也會覺得有點... 寂寞 都會很想跟大家實際見面 所以這次的活動呢 如果大家可以來的話,我會覺得很開心 那這次文當是不會去的啦,只有我 這次對我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跟機會 到時候我去,我會再拍一個影片 把這些過程都記錄下來 好啦,這影片只是一個小小的告知 所以影片比較短 然後我有很多日常生活啊 都發在Instagram Instagram的話帳號是這個 登登! 這邊的東西比較多 而且我比較常在上面打一些廢話 五四三什麼的 Youtube的話一個禮拜會更新兩次 比較沒有每天更新 所以大家可以去FollowInstagram那邊 唉唷 我也不知道這影片要怎麼做結尾 可是就是很開心可以有這次的機會 也覺得很榮幸 那就希望那天有空的大家可以來現場看我啊 然後或是看其他歌手 或是一起逛市集啊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要來喔!我等你們! 好啦!再見! 掰掰! 掰掰